我应该说苏鸣太差劲了 你老是拿各种借口去屈服于那种生活 上叶千赫子说过 真正的女性主义者 应该是允许女性以千姿百态的模样生活 而不是用一种标准匾低打压另一种标准 随着女性独立一时的崛起 今年爆火全网的李东菊阿姨 离婚后独自其行游十二个国家的新闻 引起了各大媒体广泛报道 他立志的故事也在启示住无数人 李东菊今年已六十五岁 本是该退休 安享晚年的时候 是什么驱使他开启了这样的人生 原来李东菊李阿姨在退休不久后 又和前夫离婚 前夫很快就再次结婚 只留下李阿姨一个人暗自神伤 每天仅睡两三个小时 这期间她患上了抑郁症 严重时甚至要住院治疗 她尝试通过做公益 玩游戏等方式来缓解自己的痛苦 可是都失败了 那段时间 李阿姨的整个世界都灰暗了 她一个人在这望不到边际的 灰茫茫的世界中蜷缩住 她舔尸住自己的伤口 试图缓解内心的痛苦和煎熬 命运的转列点发生在2013年 那一年 李阿姨做了一个让所有人都倍感意外的决定 2013年 李阿姨突然萌生了去西藏旅行的想法 这是她的第一个梦想 她说服了反对的家人 买了骑行的装备 找好了同行的伙伴 可当她去银行取钱时 面对住存折里仅有的170元 这个梦想就像天边的孤星一般 可望而不可及 于是 李阿姨在家附近找了 重新找了一份工作 她那时候在想神魔 是在回忆过去的伤痛 还是在展望未来的旅途 我们无从得知 我们唯一知道的是 在终于攒够一万多块钱后 她的传奇即将开始 2014年11月8日 李东菊带住新中对外面世界的好奇 满载住美好的梦想 开始了第一次旅行 目标 越南 梦想是美好的 可现实又总是残酷 到越南后末多久 李阿姨就和同行的队伍走散了 一味语言不通 不懂得使用互联网的老人 独自一人在一国 她相会遭遇怎样的困难 我们很难想象 我们只知道最后 她在好心人的帮助下回到中国 回到中国后 李阿姨自觉没脸见家人 因此她选择去丽江打工赚钱 攒够钱后 李阿姨又相继前往三亚 西藏 新疆 青海湖 三亚 广东 广西 到达苏州 杭州 上海 西双版纳 芒市 腾冲 瑞丽 丽江 昆明 她又从郑州走到了北极村 走过了祖国的大江南北 她带住三亚的贝壳 踩住西双版纳清晨的路珠 到达世界上最险峻 最壮观的雪山 青海湖畔的严厉 留下了她的脚印 塔克拉玛干的黄沙记下了她的背影 雪原的清风吹拂住她的额头 她见证了苏杭的委婉和温柔 见证了上海的繁华 也见证了昆明的安逸 此后八年 她又一个人骑行了十二个国家 途经亚洲 欧洲 大洋洲 三大洲 她碰到过太多的危险 甚至睡过墓地 也得到了太多好心人的帮助 在此期间 因为四处奔走 她甚至忘记了吃药 可令人惊奇的是 她的抑郁症消失了 于寒风中绽放 活成所有人羡慕的模样 一路走来 她经历了无数风雨 也见证了雨后彩虹 八年的旅行 开拓了她的视野 等到千帆过近 当她再次踏上祖国的土地 再次回到生她养她 又束缚她一生的故乡后 她的心中只剩下淡然 此时 她的前夫患上脑血栓 与再婚妻子分开无人照看 李阿姨主动前往照顾 当记者问起 当初离婚时 是否恨她前夫时 李阿姨表示当然恨 可是现在 她不止放下了对前夫的恨 也认为自己对谁都不会有恨 是啊 她当然不会有恨 在走过如此漫长的旅行之后 曾经那如洪水一般 摧毁她心房的失败婚姻 在她的新世界中 掀不起半点风浪 通过旅行 她的内心变得更加强大和包容 如此慈悲的 一名涅槃后的女性 也让无数人为之动容 视线回到前几年 同样是敢于冲破传统婚姻家庭束缚 逃离暴力丈夫的自媒体旅游博主 已经58岁的阿姨苏敏 也给中年女性崛起力量 添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苏敏的婚姻生活同样糟糕到令人窒息 年少时就和丈夫结婚生子 不幸的是 她选择的这个男人 性格暴躁 常年对苏敏进行言语 羞辱 苏敏在采访中 讲述了自己选择自嫁游的原因 一直和丈夫 约丈夫常年对自己进行语言打击 对家庭不管不顾自己得不到钱 关心 呵护振磨多年 我一直为家庭任劳任怨 但那个男人从没尊重过我 这样的生活太压抑 她选择出游的目的很简单 就是生存与逃离 如今 两年多过去了 苏敏阿姨依然在路上 自嫁游成为她喜爱的生活方式 不同的是 苏敏阿姨的小车换成了房车 房车可以住行一体 困了就将车停在一边 倒下就睡 洗脸刷牙上厕所 看电视 电影等等 无所不包 简单的餐饮 也可以解决 房车可以支撑 更长久 更舒适的自嫁游生活 在过去两年媒体的持续 关注报道中 苏敏阿姨人气大涨 或到国外 纽约时报也曾报道过 这位中国自嫁游阿姨 引发国外女性的纷纷夸赞 如今的苏敏阿姨 平台粉丝200多万 苏敏阿姨已然成为 网红明星 各种广告 直播 采访活动应接不暇 并且这段自嫁游 精力被集成出书 自嫁游不仅让苏敏阿姨 走出了抑郁的阴影 也带给了苏敏阿姨名语力 更重要的是 年近六旬的苏敏阿姨 真正感受到了 人生的自由 生活的美好 世界的多姿多彩 现在的苏敏阿姨 很好 很快乐 人们不禁想去了解 苏敏阿姨的婚姻 怎么样了 她离婚了吗 她的丈夫 如今怎样看待她 丈夫有没有认识到 自己的问题 有没有后悔过 苏敏阿姨的丈夫 名叫杜舟成 二人在八十年代结婚 据苏敏阿姨说 她与丈夫相亲认识 见面两次就结婚了 那时的苏敏阿姨 因为原生家庭的不幸福 幻想住拥有自己的家庭 有幸福的小家 结婚以后 苏敏阿姨发现 自己似乎永远都不可能幸福了 丈夫在外面总是乐呵呵的 对人体面周到 对家人 对苏敏阿姨总是冷冰冰的 动不动就挑剔指责苏敏阿姨 一脸的嫌弃厌烦 让苏敏阿姨感到绝望 无论苏敏阿姨做什么 丈夫总能鸡蛋里挑骨头 两个人吵起来 丈夫还会动手打苏敏阿姨 更难过的是 丈夫的钱从来不会花在苏敏阿姨身上 在八十年代很少有 一致的家庭里 杜舟成不做家务 不带孩子 也不出钱养家 苏敏阿姨被迫和丈夫经济上的一致 一个中国传统家庭里 便出现了这抹不和谐的一幕 男人只管上班 钱自己花 女人既要上班挣钱 又要带孩子养孩子 做家务 即便已经付出了全部 还要看男人脸色 苏敏阿姨的女儿曾对媒体 说起父母关系 妈妈怀我的时候 没有收入 向爸爸伸手要钱很艰难 从此之后 他就再也没用过爸爸的钱 他下岗后 摆过饺子摊 扫过大街 卖过报纸 很多灵活儿都干过 只要爸爸在家 妈妈说话 走路 做事都小心谨慎 家里什么事情 他都不能做主 连看电视 也要等爸爸睡了 他才坐到沙发上 拿起遥控器 在女儿的印象中 苏敏阿姨总是情绪低落 爱声叹气 无论生活如何不如意 他也没有想过离婚 因为担心女儿被人嘲笑 担心女儿将来找对象有障碍 苏敏阿姨的母亲 也一直劝导苏敏阿姨 差不多能过就行 即使是苏敏阿姨 离家两年多的今天 八十多岁的老母亲 还在说家和万事兴 那一代人是宁 可现在泥潭 也不敢想象离婚这回事的 婚姻里长期的压抑痛苦 而不得解脱 让苏敏阿姨一度抑郁 苏敏阿姨曾透露 我有抑郁症 处在那众家庭的抑郁下 我曾试图自杀 对此 其女婿向记者证实 岳母的确因抑郁症 吃了几年时间药 也曾自杀 拿水果刀 扎了自己几下 我们知道时 她已经在医院了 人生感觉不到快乐 在五十六岁的时候 苏敏阿姨终于决定 为自己而活一次 这时 女儿已成家 外孙已上幼稚园 苏敏阿姨认为 自己该承担的家庭责任 已经完成了 2020年9月 外孙们开始上幼稚园了 苏敏阿姨此前已考取驾照 并在女儿的资助下买了一台车 她提前购买了帐篷 野外餐具等 各种旅行物品 万事俱备 在一个平常的日子 苏敏阿姨对女儿说了一声 我走了 便独自一人踏上了旅程 我们可以看看苏敏阿姨旅行初期的视频 愁眉不展 忧虑不减 当初的苏敏阿姨 想为生活找一个继续下去的出口 幸运的是 两年多过去 苏敏阿姨的路越走越宽 人生突然间敞亮起来 这两年多时间里 苏敏阿姨只回过一次家 那是2022年中秋节 在女儿女婿的劝说下 苏敏阿姨为了孩子的心意 回了一次家 在女儿家 丈夫依然冷嘲热讽 你还知道 回来啊 是不是在外面混不下去了 苏敏阿姨沉默住 吃饭时 不知怎么丈夫又来了脾气 摔碎一个碟子 这样的氛围 让苏敏阿姨一天也不想待下去 她不想再看见丈夫的脸 她想过离婚 也提起过 但丈夫不同意 你爱怎么玩怎么玩 离婚免谈 这辈子都没想过会遇到爱情 想有个完整的家 尽量能保持就保持 结婚就是找个伴 家里哪有不叮光的 丈夫杜周成一直不认为 自己做错过什么 她认为所有的婚姻 都是那模回事 她不知道爱情是什么 说到底 她的确实没有爱过妻子 否则怎么会忍心让 妻子受尽苦楚 而不自知 看妻子亦遇到自杀 也无动于衷 杜周成说 我们家地凶撒 老二老三都离婚了 我没离婚 她觉得她算是兄弟里面最成功的 这样的丈夫 也许不能说她是坏人 但真的不适合走进婚姻 放到现在这个时代 杜周成是无法找到老婆的 一个男人对女人只有索取 而毫无贡献 情绪价值 经济互助 家务分担 教育孩子等等 杜周成没有一样做到 那些当初质疑过苏敏阿姨 认为苏敏阿姨 抛夫弃女 不顾家庭的行为 是一种自私 不负责任 到如今 人们了解了苏敏阿姨的家庭过往 了解过苏敏阿姨的丈夫之后 纷纷祝福鼓励苏敏阿姨 为自己而活 离开带给自己负面情绪的人 真的会越来越好 婚姻是两个人都觉得幸福 才是真正的成功 她没离婚不是因为自己成功 而是幸运地遇到了苏阿姨 但对苏阿姨来说恰恰相反 原生家庭真的重要 她始终意识不到自己的错误 甚至不认为这是错误 苏敏阿姨了解丈夫 她知道丈夫不会同意离婚 更麻烦的是苏敏阿姨和丈夫的结婚证丢了 如果要办离婚 先要补办结婚证 苏敏阿姨不愿意与丈夫再结一次婚 她心里格硬得很 好在苏敏阿姨并不纠结于离婚这件事了 她没有时间去理会丈夫 像风一样自由 如今苏敏阿姨继续注字架游 她有了钱 她不再因为丈夫每月六千元的退休金 却不拿出一分钱给家里开支而憋屈 她贷款买了更舒适的房车 她每月给几千元女儿养孩子 女儿做她的经纪人 帮苏敏阿姨剪辑视频 看过越来越多的风景 陆遇越来越多的好心人 拥有越来越多支持她关注她的粉丝 苏敏阿姨的心情渐渐开朗起来 女儿说她如今阳光自信 充满活力 整个生活状态跟过去完全不同 这些是婚姻不曾给予的 苏敏阿姨自己找到了那一束光 反观那个自以为是的男人 依然停留在原地 等住苏敏像各败家犬一样 回到家里继续做回那个卑微的妻子 在苏敏身上也看到了女性敢于突破自己 为自己而活的那股勇气和韧尽 用现在的话说就是 这个男人早就已经配不上他了 最后是苏敏在一次演讲中 发自肺腑的一段感悟 我的前半生就像陷在隧道里 感觉不到光 后来我去追逐他 直到他出现在我的生命里 是那么美好 那么自由 我这一路一直在发现光 追逐光 又借助视频创作站在了聚光灯下面 其实我们每个人都可以发出微弱的光 即使在黑暗中 也不要让自己的微光熄灭 瓦尔登湖中 有这样一段话 我步入丛林 因为我希望生活的有意义 我希望活得深刻 汲取生命中所有的精华 把非生命的一切都击溃 以免在我生命终结时 发现自己从来没有活过 依附心理是很多女性所拥有的一个特点 但也是软肋 一旦你依附男人 依附婚姻 依附他人 这都是自毁的开始 而多数人面对背叛 家暴等伤害 不敢离婚 也正是依附心理过重 自己没有改变命运的一时 总想住靠改变男人 来获得自己想要的 在婚内被劈腿了 就想住男人可以改掉花心的坏毛病 从此可以对自己一心一意 在婚内被常年打压了 就想住改变自己 去迎合男人 来获得男人的认可和宠爱 男人逼离了 就低声下气地挽回 卑微到了尘埃里 什么时候 可以把命运的这把钥匙 握在自己手里呢 什么时候 我们可以敢于 离开一个对我们不好的人 一段如同垃圾场一样的关系呢 失去她 失去婚姻 是否真的如你想的那样可怕 男尊女卑士的概念 在中国存在了太久 像苏敏一样 逆来顺受刑的妻子 在关系中一直处于弱势地方 因为自身性格上的软弱 不敢反抗男人 丈夫的命令像是圣旨 即使受了气 也得自己忍住憋住 怕别人笑话 怕孩子以后结婚受影响 怕自己过不好 所以只能委曲求全 长期下去 陷入一众对人生的无力 和对生活的失控 敢于失去 永远是制胜一段关系的核心 人的勇气 其实都是被逼出来的 我们总在习惯住 等住被爱 被保护 被拯救 却从未想过 我们是可以拥有自救的能力的 我们早就是一个独立的个体 拥有自愈 自爱 自我救赎的力量 如果你缺爱 请先学会爱自己 如果你缺陪陪陪 请先学会享受孤独 如果你想别人满足你的需求 请先学会自满 我们每个人都值得被爱 但却并非一定要被他爱 对吗 何不让自己先成为一个 完整的圆满的人 将命运的方向盘掌握在自己手中 通过努力 去打造一个更加充满阳光的人生 女性力量不可小觑 当婚姻出现问题 我们到底能如何自救 当问题来临 很多人选择的是放任 妥协 逃避 这样反而会让原本的问题 衍生出更多的问题 不知道该怎么挽救自己的家庭 要模反思自己挽回丈夫 要模摊牌后不敢离开 最终让自己彻底陷入左右为难之地 看过李东菊和苏敏阿姨的故事 我想我们是时候该放开眼光了 这个世界上的活法千千万万种 就有恩加一种方式可以解救自己 一 先认识自己 再认识世界 很多女性其实从出生至今 都为从对自我这个概念 有过深入的了解和探索 我是谁 我来自哪里 我要如何度过这一生 安全依照父母的安排 走完这一辈子 长期的家庭观念灌输 也让很多女性一直处于迷失状态 婚姻在多数女性的一时中 也是人生必须 婚后把家庭孩子放在第一位 李东菊和苏敏就是很典型的中国女性 婚后为了家庭尽心尽力 付出一切 但这种隐忍 却没有得到丈夫的认可和尊重 一直渴望获得丈夫的爱 也在这种毫无滋养的婚姻中 彻底被好干 却从未想过从这种 不平等的关系中脱离 世界很大 你得去看看 这句话不是安慰人的鸡汤 而是我们真的不应该一辈子 驻守在家庭这一亩三分地中 苦苦面对住不爱自己的男人 糟心的关系 破败的屈窍 以及那颗孤独的灵魂 去认识认识你自己吧 也去认识一下这个日新月异的世界 要知道全球几十亿人口 就有几十亿众完全不同的人生 找个纸笔 写下有关于自己的特点描述 安静地想一下 你到底真正想过的生活是怎样的 如果你还是没有概念 就去看看身边人 或者你很羡慕的名人 其中一定有你喜欢的生活方式 有条件 多走出去 多接交朋友 多全方位地体验这个世界 多认知自我 肯定自我 发自真心地爱上你自己 二 让独立能力 贯穿人生始终 独立性 是所有女性都必须具备的 具体内容就是经济 情感 思想 三方面的独立 因为女性天然的情感烈势 导致我们非常容易陷于一段亲密关系 彻底依赖上一个伴侣 也抱住一生只接一次婚 不能离婚的信念 在不堪的婚姻内被内耗 被欺压 玲玲和李东菊阿姨的经历有些相似 突然遭遇了结婚十年丈夫的逼离 直至离婚后才知道 原来是因为小三怀孕了 着急上位 当初离婚 男人对自己的一顿指责 曾经让玲玲自责万分 后来才明白 原来并非自己有多么糟糕 而是因为丈夫有了外心 才助急让自己疼地 说实话 玲玲的心疼得差点死过去 她甚至一度想过轻生 挫败感 绝望感 悔恨 痛苦 这些糟糕的情绪 让这个才三十加岁的女人 眼见住憔悴了十几岁 玲玲的情感依赖心很重 被离婚后 心向是被抽空了 经过朋友们一段时间的帮扶和安慰 她也明确了 要让自己的情感 得到独立这个目标 只有这样 她才能不再惧怕任何人从她生命中离开 也能从这段伤心往事中走出来 修炼情感独立这条路上 她尝试了许多办法 她开始找自己的人生主线 明确接下去的人生目标 玲玲把事业当作了离婚后 给自己的精神支撑 与此同时 她还去试炼了许多新鲜事物 比如做公益 当志愿者 积极组织社区活动 看望社区内的老年人 考取了瑜伽教练证 兼职做起了瑜伽教练 玲玲再尽可能地丰富个人生活 让自己不再只关注男女感情 而是放到更加有意义的事情上去 经过一年的努力改造 玲玲就以经波离了曾经的情感依赖 同时事业和工艺上的成就 也给她带去了极大的自我价值感 我们的生命虽然短暂而且渺小 但是伟大的一切都由人的手所创造 图格涅夫 如果你也遭遇了婚姻里的危机 就像李东菊和苏敏一样 走出去看看吧 世界很大 人生很短 值得你去看一看